澳洲媒體上週五披露 中共高官與共軍2015年撰寫報告 就討論把SARS冠狀病毒武器化 再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釋放出來 並宣稱第三次世界大戰 將是一場生物戰爭 美國參議員對此不感到震驚 美國國家實驗室去年的秘密報告 上週被披露 認為不排除病毒來自中共武漢實驗室 蓬佩奧卸任國務卿潛系 曾公開事實查核文件 認為病毒可能從與共軍關聯的實驗室泄漏 兩名共和黨參議員包括霍利提出法案 迫使拜登政府解密與病毒起源相關情報 多位共和黨籍國會議員 本週寫信要求國務卿布林肯 提供相關文件解密資料 眾議員加拉格爾5號寫信給 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西 要求提供病毒起因訊息 福西曾被質疑 瞞著川普政府資助武漢病毒所 認為來自武漢實驗室的機會非常大 要不然的話 任何的世界其他的科學或衛生單位 他從各種蛛絲馬跡裡面去判斷說 這可能是從武漢的實驗室裡面 甚至是刻意做的生化武器 這樣的傳言就不會中斷 新唐人亞特電視前衛門裝東西 台灣 台北報導 現在開始咬 econom 不見了 小符 帶結婚